蘋果的電子產品一向都廣受歡迎 但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顯示有一名男子在一間蘋果分店狂咬Apple Watch 表現得好像旁約無人 有不少網民都紛紛留言 指影片中的男子行為異常 不排除有精神或情緒上的困擾 呼籲他的親友可以帶他前往求醫 有網民翻查片中其他店舖的資料 由於相關店舖在香港並沒有分店 所以相信事發的蘋果分店並不是在香港 而是位於深圳一間購物廣場內